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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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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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已经离岸上好远 大家现在不想着捕鱼 只想着将船上的大鱼给弄下去 再不弄下去 整只船都要沉下去了 根本就没有人来救他们 他们只能自救 于是 船上的十几人分成两批 一批去船舱将水给一桶接一桶的提出来 另一拨人将甲板上的麻绳 在大鱼的身上绕了一圈又一圈 试图要将大鱼拉回海里 这鱼这磨大 就算能补 船上也塞不下 随着时间的流逝 船舱里的水逐步减少 那条大鱼也在大火的努力下 被拉回了水中 在鱼入水的时候 水手们就用刀浆麻绳割断 放它回家了 这下大家总算安心了 大鱼这磨酒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模奇怪的事情 大家望着那条被推回水中的鱼 心里还是有点恋恋不舍的 大家心里清楚 若是谁将这鱼带回去 那可就发了 就算不发 在渔民中间也能扬眉吐气一番 证明自己的实力 奈何这船太小 这时 船身又开始摇晃起来 那条鱼游了几里之后 又回头来找船 突然一个鱼跃龙门 跳了起来 越过了渔船 在空中的那一刹那 将后围甩到了郑老汉的右手上 那郑老汉顿时倒地 被这个庞然大巫一甩 整个人半晕过去 船上的舵手和水手 怕夜长梦多 赶紧离开了这片海域 然后将船往岸边开去 待他们到了岸边之后 天空下起了漂泊大雨 妻子李氏却晕倒在岸边 岸上的一些渔民也在等他们回来 看见他们平安而归 心里的大石头才放下来 郑老汉和李氏晚上是在船上休息的 李氏拉着郑老汉的手说 我们做点别的吧 以后再不去捕鱼了 我担心的都晕倒了 郑老汉耸耸肩轻松地说道 我就是出去一下午 没有捕到大雨 有什么好慌张的 现在不是回来了吗 李氏瞪大了自己的眼睛问道 什么一下午 你们刚一走 我就在岸上看见天空下起大雨 见你们一直没有回来 我在岸上守了三天三夜 最后体力不支才晕倒的 郑老汉听了毛骨悚然 他和手底下的人的缺出去的时候 一直是风和日立的 而且只经过了一个下午 怎么会有三天时间的抹酒呢 他抱着李氏一顿安慰 忽然发现被鱼尾甩过的右手手臂上 有了一片鱼鳞 但是他不在意 觉得可能是船上烛光昏暗 在这昏暗的灯光下 他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危险 而是和妻子云雨一番 接着就吹灭了蜡烛 两个人温存了一个晚上 一段时间过后 李氏竟然怀孕了 但是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去镇上找大夫 再三确认之后才敢相信 都说怀孕的前三个月不能说 怕人多嘴杂 孩子给下磨了就不好了 两夫妻好不容易熬过了三个月 终于能公开了 这段日子可把这两夫妻给憋坏了 吸取了前两次的教训 郑老汉等妻子怀孕五个月的时候 才送李氏回村养胎 后来终于一举得难 这可把郑老汉高兴坏了 由于郑老汉的人生到目前为止 都在出海捕鱼 就给儿子许名叫郑大海 这下终于有后了 郑老汉在儿子出生的那一个月 家里不断的有村民来道喜 无论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 郑老汉都会好好的招待 奇怪的是 郑老汉记得自己那天差点遇难的时候 回来晚上就多了一片鱼鳞 生完儿子郑大海 这鳞片就消失了 只是这件事情微不足道 他也没有多想 李氏自从有了儿子 就有了一颗玻璃心 他时常想起郑老汉那天遇到的险境 就提议郑老汉别再打鱼 反正已经有点小积蓄 干脆回村子做点小生意 或者在家种田也可以 至少没有危险 郑老汉抱着自己的儿子看了看 觉得妻子说的有道理 便去海边将自己的鱼船卖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 回家和妻子将郑大海好好抚养长达 是他接下来的任务 话说这郑大海从小就调皮捣蛋 从来也没有让自己的父亲放松过 每次村民到郑老汉家 都是告状的 今天张三来 老郑呀 你儿子把我种的萝卜都拔光了 这些萝卜你自己回收吧 郑老汉想找儿子找不到 他又不知道去哪里玩耍了 只好从腰间掏出铜钱爽快的付钱了 付完钱还要点头哈腰送走张三 明天李四来 老郑 你儿子今天把我鸡舍里老母鸡的鸡毛都拔光了 现在母鸡都死了 你说说看怎么办 赵老汉赶紧又掏出自己的铜钱 给李四赔罪 都说慈母多半 郑老汉觉得儿子之所以这么调皮捣蛋 都是李氏平时对他太宠了 可李氏就这么一个孩子 他能怎么办 就只有宠 往死李宠 郑老汉想起李氏之前 调了两个孩子 内心又觉得愧疚 便不再责怪他了 这儿子这样 他只能背着妻子 私下里默默的自己交了 在一天天的告状声中 郑大海终于长成了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 虽然郑大海平日结交的朋友来自五湖四海 人也很好爽 每次和朋友出去吃饭都是郑大海付的银子 可是父亲郑老汉知道 他只是爱花钱 爱面子 至于心言辞的话 还是很善良的 不会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 郑老汉自从不打鱼了之后 以前存的钱也够他过日子 便没有了再创业的想法 只是将家里的田租出去收租而已 反正不求大富大贵 够过日子就行 但是儿子整天无所事事 挥霍无度 他怕有一天家产都被儿子败光就不好了 夫妻两个一合计 反正郑大海已经到了二十岁 也该给他说一门亲事了 也许成了亲 这男子就会变得成熟稳重 就不会整天吊儿郎当了 于是郑老汉和李氏就忙着找媒婆 到处给他张罗 郑大海知道之后自是不肯 他觉得自己的人生这么美好 他还没有好好地享受人生 怎么可以说成亲就成亲 况且他一向对男女之事也没有什么想法 只想快活地过日子 郑老汉让他献的女子他一概不见 还是母亲和他好说歹说他才同意 因为母亲说如果他不去献的话 父亲郑老汉以后就不会再给他钱了 以后他出去交朋友或者喝酒 就没有钱让他自己出去挣 郑大海末发只好同意了 他和一个姑娘约好了在镇上的最仙楼见面 他拿着自己的扇子就装作偏偏公子哥的样子出门了 去最仙楼的路上要经过海边 今天正好天气炎热 郑大海走了一炷香的时间终于到达了海边 他看着一望无垠的大海觉得这风吹得他浑身舒坦 他知道在自己出生之前父亲郑老汉就是个渔夫 他有时候都会想这捕鱼要出海 而且是个危险的活儿 父亲当初怎么会选择当渔夫呢? 当他自己站在海边吹风的时候 他才感受到大海能给人带来的那重愉悦感 如果天天在海边看着大海 心情舒爽多了 如果他是父亲的话 也会很喜欢大海的 他正望着大海 在那里放空自己发呆 忽然有一个巨浪打来 将他的衣衫全都排施了 这可怎么办? 他可是要去相亲的呀 现在变成了一只洛汤鸡 这还没完 他赶紧往海边远一点的地方跑了 可是又一个巨浪打来 随着浪潮过来的 还有一只巨大的怪鱼 这怪鱼正好砸到了郑大海的怀里 郑大海连人带鱼整个人趴在了地上 他不知如何是好 到底是该自己逃走 还是要拖着这怪鱼一起跑 他来不及思考 因为一个巨浪又要打来了 郑大海和怪鱼都被拍在了沙滩上 他叹了口气 觉得自己终于得救了 旁边的巨型怪鱼却忽然发出了声音 说道快将我扔回海里 我要是搁浅太久会缺水而亡的 郑大海不知道这怪鱼和他一起被浪打过来了 还听到他讲话 他刚刚站起来的双腿一裂起 吓得坐在地上 天哪 鱼会讲话 还让我救他 我是不是陷鬼了 郑大海心里一嘀咕 觉得自己还是逃走位上上策 他今天可是去相亲的 又不是来找这怪鱼玩的 况且鱼能说话 说出去谁信呢 他刚要走 那怪鱼又发话了 你若不救我 你今天怕是也不能去相亲了 郑大海下的毛骨悚然 这鱼还会捕挂 看来不就不行了 于是他只好靠近了怪鱼 将怪鱼往海中间推去 当他推到岸边的时候 脚上的斜枣就被沙滩上的泥巴裹了一层又一层 就差一点点了 可此时他已经精疲力尽 再也不能前进一步 郑大海靠在怪鱼的肚皮上 气喘吁吁的说道 我 我真的是没有力气了 你让我休息一下 我再送你入海 哪只那鱼儿睁开眼睛 看了一眼郑大海 用一种傲慢的语气说道 你真是比你爹还没用 算了 我自己来吧 那怪鱼说吧 就用鱼尾拍打了一下沙滩 只见怪鱼的整个身体 从沙滩上滩跳起来 一把跃入水中 这怪鱼竟有如此力量 郑大海看得目瞪口呆 好久才反应过来 脱口而出 什么 他还认识我爹 思考了许久之后 他才意识到自己 今天要去办正事的 这时一阵海风吹来 将在岸上睡觉的正大海给吹醒了 他仰起头 看看天空 自己刚刚竟然睡住了 还做了个奇怪的梦 要赶紧出发了 不然去迟了 爹爹一声气 将自己的零花钱都停了 可就得不唱诗了 他走的时候 耳边响起了一个声音 谢谢救命之恩 将来若遇困难 可到海边来找我 说完这句话 声音就戛然而止 郑大海只觉得手腕处很痒 伸手去挠 却发现手腕上多了一片片鱼鳞 像是画上去的 他越来越相信 自己做的梦是真实的 不然怎么会有鱼鳞 藏在自己的手臂上呢 紧赶慢赶 他终于来到了最仙楼 和他相亲的是 周家小姐 由媒婆陪着来 他们看见证大海 拿着个扇子 一副吊耳铛的样子 脚上都是泥 问他身上怎么脏兮兮的 郑大海虽然爱玩 却也是个实诚的人 就把自己在海边遇见的事情 对周家小姐和媒婆说了一下 那媒婆可不相信 知道这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于能说话 他实在是不信的 那周家小姐可不一样 竟然和郑大海看对眼了 叫郑大海再多讲讲 郑大海就将一些细节和周家小姐说了 周家小姐眼睛放光 觉得能有这样奇遇的男子 肯定是个不平凡的人 微笑着看了媒婆一眼 这些媒婆都鬼惊着呢 能不明白周家小姐的意思吗 话说这周家小姐常得水灵灵的 一颦一笑都牵动着郑大海的心 他也早已对周家小姐放心暗许 没想到这缘分来得这么快 郑大海和周家小姐一回去 就将自己的意愿都告知了自己的父母 两家人很快就定下了日子 给他们举办了婚礼 婚后 郑大海确实收敛了很多 变得有大人的样子 尽管有时候他想跑出去找兄弟们玩耍 可是看着刚刚新婚的娘子 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郑老汉和李氏的心里也很是安慰 他们不求儿子能有什么出息 就指望他不惹事就好 如今这愿望总算慢慢的实现 他们心里也有了一丝丝的安慰 就在老两口开心的时候 忽然有个年轻的小姑娘往郑家跑 气喘吁吁的问道 请问这里是郑家吗 周姐姐是不是这家的人 郑老汉看着姑娘手足无措的样子 赶紧倒了杯茶让他先润润嗓子 那姑娘恢复体力之后继续说道 周姐姐在村口和我聊天的时候晕倒了 听说她是这家的媳妇 你们是郑伯和李神吗 快叫周姐姐的相公去背她回来吧 她正说住 邻居马氏就背着自家的儿媳妇进门了 郑老汉夫妇赶紧将马氏往郑大海夫妇的卧室引去 郑大海谢过邻居之后 就赶紧找了个大夫看看怎么回事 大夫说这是喜脉 可把郑家人给高薪坏了 这成亲还不到三个月 周氏竟然怀孕了 可李氏帕尔媳妇和自己年轻的时候 一样会发声不测 叫他们都保密 三个月以后再对外公布 周氏都一一答应着 李氏每天都在厨房忙活着 做各种好吃的给儿媳妇补身体 日子一天天过去 都已经九个月了 可这周氏的肚子怎么看起来 一点都没有变大 还是像刚刚怀孕的时候一样平 全家人都十分纳闷 到底是怎么回事 周氏自己也很担心 这孩子到底还能不能生 李氏怕村里又会有什么流言蜚语 到时候儿媳妇心里一定会不好受 就对儿子说 带周氏去隔壁镇上找大夫看看怎么回事 若是在自己村里或者镇上看大夫 被熟人看见了 问长问短的总不太妥 郑大海觉得有道理 就带着娘子去隔壁镇找大夫 这大夫一把脉便说道 恭喜恭喜 夫人刚刚怀孕两个月 你们要好好保护胎儿 这周氏和郑大海一听 却是摇头晃脑 两个人都没了精神 他们对大夫说了实情 大夫一听也大为震惊 天底下还有如此的事情 明明九个月了 把脉却只有两个月 可是大夫也看不出所以然 最后只是开了一点安胎药 让他们回家过段时间再过来 回到家 郑大海将结果如实告知父母 为了不引起村里的流言蜚语 李氏提议儿子和儿媳妇去海边的木屋 生活一段时间 以前郑老汉在海边打鱼的时候 有一间木屋一直空着 周氏如今的情况也害怕大家把他当怪物 就听从了婆婆的安排 去了小木屋 家里除了郑老汉 其他人都去小木屋了 主要婆婆李氏是想好好照顾儿媳 自从来到海边的小木屋 周氏那颗紧绷的心也稍稍放松一点了 海边没有鸡个人 大家都不会去关注他 没过鸡天 这周氏的肚子好像有了反应 他明显感觉到有个小家伙在肚子里闹腾 不停的踢来踢去 这是周氏折磨就以来 第一次感觉到肚子里有个小生命的存在 在一次吃晚饭的时候 周氏一下子就吃了十晚饭 这可把婆婆和丈夫都吓坏了 纵使她是个孕妇 也不能折磨吃 但是周氏的身体又没有什么异样 他们只好一边担心 一边仔细观察着 周氏吃了十晚饭 还想再继续吃的时候 他的肚子就好像冲了气的球一样 一下子变大 这一下肚子看上去像十月怀胎了 三个人站在饭桌前面面相去 看来他们来海边是来对了 哪有要生孩子的孕妇都快十个月了 那小夫还平坦的如同一块木板一样 可接下来他们又有了新的烦恼 这孩子真的会顺利降生吗? 无论如何 先将大幅开的补药给周氏续上再说 这周氏自从肚子变大了之后 脸色也好起来了 就在他觉得孩子能顺利降生的时候 老天爷似乎和他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 都已经过去十五个月了 兔子还是圆鼓鼓的 不见孩子出来 这显怀不显生 一大家子这十烦恼 又不敢走漏风声 万一被别人发现了 后果不堪设想 郑大海终于憋不住了 他决定带妻子去隔壁镇上再看看大夫 到了安草堂 那大夫见到郑大海夫妇 说道 我记得你们虚年来看过 我看你们之后没有过来了 莫非 大夫不敢再往下讲 郑大海夫妇的脸搭了下来 大夫又重新帮周氏把脉 可脉象显示 这孩子的却已经足月可以落地了 怎么就是不生呢 而且在肚子里还是有气息的 并不是一个死胎 大夫行医多年 也没有见过这个情况 他把了很久的脉 还是看不出所以然 只好叹气道 老夫行医多年 能力有限 实在是抱歉 郑大海夫妇没法 只能垂头丧气 刚要出去 却碰到了同村的黎沈 夫妻两人互相对视了一下 想着黎沈怎么会在隔壁镇的药铺出现 他们好不容易避开家附近的大夫 黎沈一见到他们 便笑着说道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郑家媳妇这是二胎了吧 啥时候呀 郑大海只能随便糊弄过去 两人回到家 依旧叹气 他们不明白 生个孩子 怎么就那么难 还好是在海边待着 要是在村里 早就被唾沫星子淹死了 时间一晃 两年过去了 周氏肚子里的孩子 也天天在动 可就是不见生 周氏哭喊着 对自己的肚子说道 孩子 你快出来吧 别让为娘难堪好吗 说完就开门想去海边透透气 哪知一开门 就有一群自己村的村民围在门前 江州市包围起来 黎沈站了出来 说道 这政家媳妇肯定是个怪物 都怀胎两年了 还不生 我们村的粮食这两年收成不好 肯定和这怪物脱不了关系 在黎沈的说动下 村民们将周氏押回村子 准备点天灯 郑大海去集市买了肉 回到小木屋 只看到娘亲李氏坐在地上哭 她知道缘由之后 想回村就自己的娘子 却被李氏拦住了 村民人多势众 就算全家人上也未必是他们的对手 就在郑大海惆怅的时候 看见了自己手上的鱼鳞 想起成亲之前在海边做的那个梦 现在想来 这肯定不是个梦 说什么 她都要去试一试 郑大海靠近海岸线 现在的时间已是冬天 她任凭冰冷的海水拍打着自己的双脚 海风一刀又一刀搁着她的脸 她大声喊道 怪鱼 你在吗 请帮帮我娘子和她肚子里的孩子 她喊了好久都没有任何反应 海边的风似乎更大了 郑大海只得灰心地往回走 就在她失落之时 眼前的泥土离闪出一道光 从泥地里钻出一颗金丹 这颗金丹变成了一个鱼头人身的怪物 只有郑大海的手掌大小 跳到郑大海的手心上 喊什么 吵死了 我在睡觉都被你吵醒了 那小家伙毫不客气地说道 郑大海一想 他说 不对啊 上次我救的那条怪鱼哪磨大 这个小东西和那条怪鱼 怎么都扯不上关系吧 就只有头的形状是一样的 那怪鱼好像会算一样 猜出了郑大海的心思 说道 上次我上岸忘了带圆珠 我上岸忘了带圆珠 才会露出原形 我知道你迟早会来找我 郑大海被这话一惊 那怪鱼扑斥一声笑道 你父母当年做的错事 看来要儿子来纠正了 也怪我那儿子不争气 给你们添麻烦了 原来这怪鱼是海神 事情还要从郑老汉二十年前的奇遇说起 那天郑老汉忽显风和日丽去捕鱼 其实是入了海神儿子的时空之门 海神的儿子正是要借助着时空之门 提高自己的修行 却被郑老汉一帮人的渔网给网住 时空之门里边天气晴昂 时间过得很慢 可外头却是电闪雷鸣 时间飞逝 你是怕自己的丈夫在暴风雨中会有不测 便一直跪在海边祈祷 就感动了海神 同时海神也不想自己的儿子有什么意外 便对李氏说让自己儿子的原神投胎到李氏的肚子里 但是要三个月后才能行夫妻之事 因为原神在李氏的肚子里需要休养一段时间 可偏偏李氏在郑老汉回来的时候 晕倒在沙滩上 也忘记了和海神的约定 当天晚上就和相公圆房了 那圆神不能马上投胎 便只能寄宿在郑大海的身体里 连郑老汉手上的鳞片也传给了郑大海 郑大海娶了周家小姐 那海神的儿子自然要投胎成为郑大海的儿子 可是海神的儿子原本是可以提早投胎的 却让他等了二十年 他很生气就迟迟不肯出生 在母亲的肚子里一待就是两年 刚好这件事情被李氏知道了 李氏是村里最爱传流言蜚语的 便到处打听周氏的情况 他知道周氏两年怀子未生 就带着乡亲们来找事 那现在怎么办 怎么才能让你儿子不生气呢 郑大海担心地问道 那逆子就是冥完不灵 你手上的鱼鳞就是他的封印 他现在还不想把封印解除 鱼鳞不除你娘子就不会生 那我这个做父亲的只好帮他一把了 你放心上次你帮了我一把 那逆子我自己收拾 海神信誓旦旦地说道 海神脱着郑大海的衣服 一眨眼的功夫 两人就出现在点天灯的地方 只见村民围着周氏 周氏哭着喊郑大海的名字 此时的海神叫郑大海伸出右手 在郑大海的手上一点 那鳞片消失了 而周围的人也全部晕倒在地 郑大海赶紧将娘子从柱子上解下来 周氏忽然肚子疼得厉害 像是要生了 李氏气喘吁吁的感到 让郑大海先将儿媳妇送回家 只一回功夫 就听到了哇哇声 是个大胖小子 郑大海刚想感谢海神 一回头 那海神已经不现了 但他还是朝着海的方向 拜了三拜 村口点天灯的人 一觉醒来 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一切都没有变化 只有李神变成了一个哑巴 再也不能说话了 原来一切事情的起源是一个误会 那就是李氏忘记了海神的嘱咐 才使得海神的儿子生气 迟迟不肯降临人间 好在儿子正大海心底善良 在海边救了海神 让事情顺利解决 这可能就是福报吧 所以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和工作中 一定要小心谨慎 以免造成不可挽回的误会 更要谨记善良二字 善良是我们做人的初心 反观李神 就是喜欢到处说人 一张嘴不饶人的人犯的是自己的口业 口业太重 就会被自己招摘 让我们尊重他人生命 少管闲事 管好自己 这样世界上就会少很多勾心斗角 多一些美好 你觉得呢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儿媳首寡三年 却突然怀孕 公爹不怒烦喜 你做的太好了 清河镇有个孙缘外 名叫孙德仁 清河镇首富 乡下有良田数百亩 镇上店铺树事件 牛马成群 长弓 短弓 伙计 佣人近百个 孙德仁妻子正是 也是大家闺秀 出身豪门大户 相貌虽然比不上陈鱼落雁 碧月修花 却也端庄秀丽 俊俏可人 正是与孙缘外成亲后 生了一个儿子 取名孙满堂 生下儿子后 正是再无开怀 正是知书达理 曾劝孙缘外那妾 但孙缘外与正是感情很深 一直没有那妾 于是孙满堂便称为孙家的 小皇帝被孙缘外视为孙府至宝 一转眼 十六年过去了 儿子孙满堂也十六岁了 长成了一个英俊潇洒的少爷 孙满堂虽然是在全家呵护下长大的 但身上却没有一点公子哥的做派 更不是那种只知道吃喝玩乐的 顽固子弟 而从小就喜欢和家里的长工伙计混在一起 经常跟着管家到乡下收租 跟着店铺或计买东西 跟着店铺掌柜学计掌 孙满堂对数字特别感兴趣 而且记忆毅力超全 过目不忘 账本上的数字只要看过一遍 就会输济于心 孙缘外见儿子对做生意感兴趣 便让他跟着店铺掌柜学习管理店铺生意 18岁每年 孙满堂已经历练的差不多了 孙缘外一边把镇上数十间店铺交给儿子孙满堂 拳拳打理 一边张洛珠给儿子娶媳妇 孙缘外是镇上的首富 儿子孙满堂不仅一表人才 而且才气过人 想嫁进孙家的姑娘排成了队 但孙满堂早已有了自己心意的姑娘 姑娘叫谢美娘 年方二八 花容月貌 俊俏无媚 因为经常帮父母卖豆腐 被称作豆腐西施 有一次孙满堂路过美娘的豆腐店 美娘正在卖豆腐 店前排了很多人 但大都是年轻小伙子 孙满堂觉得好奇 便走过去看个究竟 当她看到美娘时 一下子被美娘的容貌惊到了 站在那里看了很长时间 直到买豆腐的人都走完了 她还待在那里 美娘问她也是来买豆腐吗 满堂不会说谎 憋了半天 还是说 我 我是被你的美貌惊到了 美娘听她这样说 脸也红了 说公子过奖了 孙满堂说 没有 没有 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姑娘 美娘说 公子也英俊潇洒 此后 孙满堂每天都要来美娘的豆腐店看美娘 两人可以说是一见钟情 很快便坠入爱河 不久又私定终身 如今 孙缘外要给儿子娶媳妇 那摩多豪门大户的姑娘 愿意嫁进孙家 但儿子却喜欢一个卖豆腐的姑娘 孙缘外和夫人都不同意 但最终拗不过儿子 只得答应儿子娶了谢美娘 孙满堂与谢美娘成亲后 恩爱有佳 如交死期 谢美娘不仅俊俏无媚 而且善良孝顺 温柔贤惠 对孙缘外和夫人像亲爹亲娘一般 这让孙缘外和夫人很是满意 说还是儿子有眼光 蜜月过后 孙满堂便将精力投入到打理店铺上 孙满堂接手店铺后 大胆改进 降低价格 薄利多收 老少无期 并增加了送货上门服务 使店铺生以风生水起 收入提高了很多 孙缘外看在眼里 喜在心里 这个儿子将来比他有出息 这天 孙满堂从县城进货回来 马车刚到镇上 发现一个饭店前围了一群人 饭店掌柜正在殴打一男子 孙满堂正准备走 突然感觉那个被打的男子似乎很面熟 于是便从车上下来向饭店走去 走近一看 被打的男子原来是他的发小孙二宝 他俩从小在一起长大 只不过他是原外家少爷 发小时穷人家孩子 孙二宝和孙满堂同岁 但孙二宝长得壮实力气大 那时候 由于孙满堂是财主家少爷 所以很多穷人家孩子不愿意和他玩 但孙二宝发现 孙满堂虽然是财主家少爷 但从来摆少爷的架子 还经常把家里的好吃的拿出来给他吃 把好玩的拿出来给他玩 孙二宝没有好吃的好玩的 但力气大 所以便成为孙满堂的保镖 谁要敢欺负孙满堂 就会被孙二宝做的鼻青脸肿 孙满堂胆小 在外面被人欺负 回到家从来不给大人说 所以有时候就会被人欺负 有一次 鸡个大孩子给孙满堂要好吃的 孙满堂说没有了 鸡个大孩子不信就把孙满堂摁倒在地上 然后从他的怀里掏 孙二宝刚好正在找满堂碗 看到鸡个大孩子欺负满堂 便大喊一声住手 鸡个大孩子见孙二宝来了 都吓得四下离跑了 孙二宝家本来也不穷 但父亲豪赌 将家里的地书完后 又把唯一的房子压上 结果房子也被债主弄走了 一家人也不知道搬哪儿去了 孙满堂再也没见过二宝 饭店掌柜陷到孙满堂来了 便停止殴打 孙满堂问他为啥打二宝 饭店掌柜说 他偷了我一只烧鸡 我也是我也是小本生意 哪惊得起这样 孙满堂从怀里掏出一两岁 引给了掌柜 说拿一只烧鸡 再拿些好酒好菜来 很快烧鸡和韭菜都上来了 孙满堂对二宝说 尽管吃不够再上 孙二宝应该是饿极了 话也不说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不到一炷香时间 半只烧鸡和韭菜就进了二宝的肚子 吃好以后 满堂问二宝这些年去哪里了 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二宝说 父亲将家里的田地和房子输完后 一家人无处可去 便寄居在一座破庙里 就这样 父亲依然去赌 又欠了赌债 就把母亲电给别人 母亲不从 他就拳打脚踢 母亲天天一泪洗面 后来实在忍受不了 上吊自尽了 我再也忍受不了父亲的恶性 就想杀了他 结果还没等我动手 他就被寨主打死了 他们都走了 我也四处流浪了 对发小二宝的遭遇 孙满堂很是同情 说 你为啥不来找我 二宝说 你是孙家的少爷 我是个流浪汉 也不好意思来找你 满堂说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们是发小 又是朋友 这样吧 你现在无家无啥的 就到我家店铺帮忙吧 每月给你三两银子 积攒起来娶个媳妇 二宝说 这 这怎么可以 我听说 大户人家的管家 一个月才三两银子 你给我三两银子 这不行 满堂说 你只要好好钱 我可以让你做店铺的掌柜呀 店铺掌柜一个月就是三两银子 二宝说 满堂哥 大恩不言谢 我一定会好好钱的 满堂把二宝回到家 向父母和妻子说了二宝的遭遇 他们都很同情二宝 也答应让二宝到孙家店铺当伙计 但孙满堂没有把二宝的工钱告诉父母和妻子 二宝脑子特别灵活 加上虚心好问 很快就熟悉了店铺生意 而且记忆力比满堂还好 心酸的能力更是超群 每个月到底都要结账 赵掌柜要把一个月的流水加起来 而这磨大的店铺 一个月的流水账要三大本 原来的掌柜用算盘计算 差不多需要一天时间 赵掌柜的找来两把算盘 和另一个伙计一起算账 若两人的结果一样 就算对了 如果不一样还要重新算一遍 有时候一个月的流水账 需要三四遍才能对上 二宝对赵掌柜说 不需要算盘 让我一个人来 赵掌柜说 二宝啊 算账可不是开玩笑 一文钱堆不上都不行 你还是不要捣乱了 二宝说 我不是捣乱 我先不用算盘算一遍 你俩再用算盘算一遍 如果我算错了 这个月的工钱给你 赵掌柜说 二宝 别仗助你和少爷关系好 就胡闹 少爷让我尽快把这个月的账算好 他要看 耽误了大事 你担得起吗 另一个伙计说 赵掌柜 我看就让二宝算一遍 也耽误不了多长时间 赵掌柜说 那好吧 二宝你开始吧 二宝打开账本 一目十行 快速翻动 一本账很快就算完了 接着 又拿起一本账 开始计算 不到遗嘱相时间 三本账就算完了 他把数字让掌柜记下来 然后说 赵掌柜 你们开始吧 结果 两个人用了大半天时间 终于算完了三本账 结果和二宝计算的一文不差 赵掌柜不得不佩服 于是找到孙满堂说 少爷 把店铺掌柜位置给了二宝吧 他比我强 再说 我的年纪也大了 也该回家协助了 孙满堂说 赵掌柜 您为孙家干了十几年了 怎么能让您回去呢 赵掌柜说 少爷 我终归是要回家的 为了孙家的生意 你还是让我走吧 满堂说 那好吧 我给你五十两银子 您回家一养天年吧 赵掌柜说 少爷 这怎么行呢 孙家还没有这样的先例 满堂说 那就从您老开始吧 就这样定了 赵掌柜千恩万谢 收拾好行李 就回乡下老家去了 二宝天生是做生意的料 来店铺仅三个月 便熟悉了生意之道 并发现了之前生意的不足 身为店铺掌柜后 以便发扬光大以前孙家生意的优势 又补上了原来的不足 使孙家店铺的生意更加兴旺 收入几乎增加了一倍 孙原外对二宝大家赞赏 也对儿子慧眼石珠刮目相看 半年后 在二宝的打理下 孙家的生意更加兴旺 而且又开了三家店铺 二宝独当一面 孙满堂就只负责去外地进货 其余时间就帮父亲管理乡下的田地 再说 孙原外年纪也越来越大 孙满堂总有一天 要全面接管孙家的一切权利 早做历练也是好的 晚上 孙满堂从店铺回来 对妻子美娘说 我这个兄弟二宝真的厉害 他接手店铺不到半年 店铺的收入就增加一倍还多 我想再给他增加一倍工钱 你看怎么样 美娘说 我觉得可以 也是他应该得到的 但这个你还是和爹商量一下比较好 满堂说 好 我这就去找爹商量 说完就去了父亲的房间 孙原外听了儿子的话 认为儿子的做法很对 人家给咱们家贡献大 工钱就应该多 工钱越多 人家干劲越大 咱们家的收入更大 第二天 满堂对二宝说 你对我们家贡献很大 从现在起 工钱 有每个月三两 增加到六两 好好钱 只要干得好 以后还会增加 二宝说 满堂哥 这是我应该做的 在我落难的时候 孙家收留了我 还让我做店铺掌柜 孙家对我有恩 即便不加工钱 我也会好好钱的 满堂说 这是你该得的 其他话就不说了 好好钱就是 二宝说 放心吧满堂哥 我会好好钱的 二宝的却很能干 孙家店铺的生意 越来越好 这天 二宝对满堂说 咱们仓库里的货不多了 得赶快去进一批货回来 你要是忙 就让我去吧 满堂说 你不能去 出去进货来回 差不多要七八天时间 这魔堵店铺 你走了不行 还是我去吧 二宝说 好吧 那你得抓紧 但孙满堂 现在是比较多 孙元外年纪大了 孙家的事 差不多都交给满堂了 满堂对父亲说 爹 我要出去进货 家里的事 您多看住爹 孙元外说 要不让二宝和你一起去吧 多一个人路上安全 满堂说 不用了 店铺生意 离不开二宝 让一个伙计跟着就行 晚上 满堂对妻子美娘说 美娘 我要出去进货 你在家照顾好自己 也多照顾爹和娘 美娘说 你放心去吧 我会照顾好二老的 你自己路上一定小心 第二日满堂见过二宝 又交代一些事 便一个伙计去了河南陕州城 然而 八天后的晚上 伙计满身是血回来了 他告诉孙元外 回来过河时 观船没有了 少爷固了一只私船 谁知道 这船是强盗的 船行到河中间 我和少爷被强盗打伤 推入河中 还好我会一点水 游了上来 但再也没有找到少爷 所以 我就赶快回来了 孙元外一听 荡急晕了过去 好半天才醒过来 孙夫人和美娘抱头痛哭 二宝得知少爷出事 立即从店里跑了过来说 老爷 太太 嫂子 我马上带人去找 美娘说 爹 娘 我也去 二宝说 嫂子 你在家照顾好二老 并且去报官 我去找就是 说完 带了六七个伙计去了都口 然而 六七个人沿河岸往下找了二十多里地 也没有找到满堂的尸体 二宝说 再往下找 结果 又找了十里 仍然没有找到 到沿岸村子里问 也没有人发现 岸边有人或尸体 而县衙接到美娘报案 派人到渡口查案 但最后说 案发地属于河南 不在他们管辖之内 不了了之 美娘又到河南陕州城报案 陕州府衙派人到渡口巡查后 说 案发的属于山西 不在他们管辖之内 也不了了之 二宝说 看来官府指望不上 少爷既然被推入河中 即便人不在了 尸体也应该飘上来 于是又带人去找了两次 仍然没有找到 据沿岸村里的人说 这磨多甜了 尸体早该飘上来了 可能已经被野兽吃掉了 孙元外和夫人悲痛不已 美娘天天以泪洗面 但她为了安慰公公婆婆 强忍住悲痛 照顾公公婆婆 二宝对孙元外和夫人说 老爷太太 我与满堂哥情同手足 你们带我比爹娘还亲 满堂哥走了 还有我 我会把二老当作亲爹亲娘 一样孝顺 孙元外说 老天不公 这是要断我孙家的香火呀 我孙得人积德行善 就这一个儿子 他才刚刚成亲 为师母要把收走啊 二宝啊 孙家的事你就多费心吧 孙夫人和美娘 也哭成泪人 二宝说 老爷 夫人 嫂子 孙家对我有恩 满堂哥 带我如亲兄弟 孙家的事就是我二宝的事 有我在 孙家就末世 从此 二宝每天忙完店里和乡下田地的事 就来陪圆外和夫人 还亲自己圆外洗脚 这天 孙圆外将将夫人和美娘叫到一起说 我现在宣布一件事 从今天开始 正是收二宝为义子 美娘还年轻 为满堂守孝三年后 刻意改嫁 离开孙家 二宝跪在圆外和夫人面前 磕了一个头说 满堂哥 我今天任老爷和夫人 为爹和娘 我会替你为二老养老送中 你在那边就放心吧 美娘也说 爹 娘 你们带我如亲生女儿 满堂走了 我不会离开孙家改嫁 我要为二老养老送中中 二宝和美娘走后 孙圆外对夫人说 美娘也不愿意离开 要把就让她嫁给二宝怎么样 孙夫人说 这倒是个好主意 不知道他们俩是否愿意 孙圆外说 那我去问问二宝 你问问美娘 如果他们愿意 三年后就让他们成亲 孙圆外问二宝愿不愿意去美娘 二宝说 老爷 我当然愿意 可嫂子是大家闺秀 我只是一个伙计 配不上她 孙圆外说 二宝 你忘了 你现在是我的义子 身份也是少爷了 只要你俩愿意就成 二宝说 谢谢爹和娘 那就听二老的安排 孙夫人问美娘 首校三年后 愿意不愿意嫁给二宝 美娘说 爹 娘 我还不想考虑这事 一晃三年过去了 由于丧子之痛 孙圆外和夫人看上去都老了十几岁 而因为有二宝在 孙家仍然是镇上的首富 而且远远超过其他豪门富户 孙圆外又提起 让美娘嫁给二宝的事 然而 首寡三年的美娘 却突然对孙圆外和夫人说 她怀孕了 孙圆外和夫人 以为美娘和二宝已经好上了 便说 是二宝的吗 美娘说 不是 孙圆外 夫人和二宝都怒了 美娘 想不到你是个不守妇道的淫妇 我要到县衙告你 夫人说 作孽啊 你怎么能做出这重丑事来 二宝听说美娘怀孕了 也大吃一惊 她等了她三年了 满意味美娘会嫁给她 于是 怒道 美娘 孩子到底是谁的 这是要被沉堂的 爹 娘 查出来一定要把这个男人沉堂 不然 咱们孙家的名声就完了 夫人说 美娘 你现在还是孙家的媳妇 你说 这孩子到底是谁的 孩子是我的 随着说话声 门突然被打开 一个人走了进来 三个人一看 竟然是孙满堂 孙圆外和夫人吃惊的说 满堂 真的是你吗 你还活着 满堂说 爹 娘 我是满堂 我没死 二宝更是大吃一惊说 你 你 你不是死了吗 满堂看了二宝一眼说 我没死 让你失望了 我真是瞎了眼 看错了人 二宝说 满堂哥 你说的什么呀 我怎么听不懂 孙圆外和夫人也问 满堂 到底怎么回事 这些日子 你去哪里了 满堂说 爹 娘 都是这个二宝害的 他妄图霸占咱们家的财产 就设计想害死我 原来 一开始 二宝对孙家也很感恩 但一个月后 他的心思就起了变化 看到孙家家财万贯 富丽堂皇 吃香喝辣的日子 又看到孙家只有满堂一个儿子 而孙圆外和夫人年纪已经大了 如果除掉满堂 娶了美娘 孙圆外和夫人死后 孙家就是他的了 于是变起了歹念 趁满堂外出进货集会 故兄假扮或船主在渡口等待 然后在河中将满堂和伙计推下船 伙计由于会水 游了出来 而满堂不会游水 被河水冲到下游岸边 被一个捞鱼的村民发现 村民现他还活着就背回家 但满堂醒来后 由于头部在水中碰到石头 失去记忆 不知道自己家在哪里 这个村民心地善良 满堂一直住在这个他家 一个多月前 满堂突然恢复了记忆 这才想起自己去外地进货 回来时 他与伙计被人推下船 于是他谢过村民 偷偷前回家 只告诉妻子他没死 由暗中调查 发现原来是二宝想霸占他的家产 设计害他 于是到县衙报案 并带着捕快来到家中 二宝被抓进县衙 打堂之上 他如实交代了自己为了霸占孙家家产 而设计害死满堂的罪行 被判处死刑 修后问斩 孙满堂大难不死 带着礼品去恩人家登门拜谢 并给了他们一百两银子作为酬谢 孙缘外见儿媳 美娘对儿子忠贞不二 称赞儿媳做得好 夫人见儿子大难不死 去清蒙寺烧香拜佛 感谢佛保佑儿子 美娘见丈夫大难不死 对丈夫更加体贴恩爱 满堂得知美娘怀孕 对她更加宠爱呵护 九个月后 美娘生下一个儿子 取名孙恩生 孙缘外和夫人更是高兴的像孩子一样 逢人就说 我有孙子了 一家人和和美美 日子越过越好 俗话说 鸣枪一朵 暗箭难防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害人中害己 苍天饶过谁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